好,各位同學做完沒? 剛剛那一節說了要做功課的 我們要做一些練習,看看大家認不認識 星期幾那些很簡單 我們這一節很快講完 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做多一點練習 讓大家不要... 那些東西今天上完之後就忘記了 行不行?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馬上跳去我們的筆記 好嗎? 預備,拿起筆,GO! OK 好,在這裏看一看 看看你認不認識 第一對答案 現在我們第一條就有哥哥參加了班別 在這些班別裏面有很多款東西 有足球、畫畫、結他、籃球 是不是? 第一條問 哥哥每個星期有多少天參加足球班 那看看哪些是足球 這一個東西就是足球 這些是足球的時候 所以每一個星期有兩天參加足球班 寫個二字 大家要不要寫個兩字 剛才那節忘記了教大家 好,教大家寫個兩字 好嗎? 這個也可以的 這兩字就是這樣寫 OK 好,第二條 今天是星期二 哥哥明天是否需要參加計畫班 星期二是明天 明天就是星期三 就算他沒有表 你也知道明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是想甚麼? 沒有,沒有東西 即是不需要 行不行? 在同一個星期裏面 哥哥第三條 同一個星期 哥哥上了幾天的結他班 這個是不是結他來的?同學 是的,是結他的話 所以我們有幾天是結他? 這裡是一天 兩天 OK? 這樣就兩天了 如果不懂寫個兩字 跟著上面這樣寫 真的跟不上郭Sir的 你可以停一停 然後再繼續 知道嗎? 好,在同一個星期 哥哥上了兩天 然後第四條 哥哥星期五上完籃球班了 要多久才上呢? 看看這個圖 今天是星期五 下一次也是星期五 每天都是同一個星期的日子 那你就說隔七天 才再上一次 好嗎? 所以我們七天後 再上籃球班 哥哥有幾天休息? 問你 一星期休息 一天 只是星期三休息 所以第六條 他就問你星期幾的時候 寫回星期三給他 好嗎? 接下來 我會和大家講解多一條 然後大家就做多一點掃路 好嗎? 今晚回家 郭Sir會給你們一些功夫 一定要每一次做 不做的話 很快就會忘記了 特別現在我們一連班的時候 真的要鞏固一下知識 可能大家不知道什麼叫鞏固 就是令到你的知識 是記住在腦裏面 知道嗎? 好,看看 下面有一個海豚表演 通常海豚表演在哪裏見到的 有沒有人知道 是的,海洋公園 但是海洋公園現在 其實都取消了海豚表演 因為他覺得很不人道 好像經常都要虐待他 他才可以做到一些動作 所以現在取消了 沒有了 但是我們看看題目 OK? 逢星期日有兩次 下午二時和下午四時 星期一至五是上午十時半 OK? 星期六是下午三時 行不行? 好了 第一條問 在星期幾有兩場表演 星期日 是不是? 有兩場 下午二時四時 好 右邊的時鐘顯示 今天表演的時間 OK? 昨天是星期幾 為何有時間 就知道昨天的 因為 其實他給你時間 這裡指著三 是不是三點? 如果三點的話 是不是星期六 才有可能發生? 對 是不是? 如果今天是星期六 昨天是星期幾 對了 星期五 好 星期一至五的表演時間 從多少開始? 十時半 我們抄襲它 好嗎? 早上 十時半 OK? 好了 一星期有多少次表演? 好了 我們看看 星期一至六 都是有一次表演 星期一、二、三、四、五、六 那就六次 加上那兩次 星期日有兩次 那就七、八 所以星期一至日 一星期 就八場表演 好嗎? 好 第五條 姐姐說 她只可以朝早才可以看海豚表演 可能她精神一點 看得開心一點 對不對? 她只可以選擇哪一天去看 朝早 有哪些是朝早的? 朝早就是星期日 這些嗎? 不是 這些是下午 星期六這些是不是? 都不是 都是下午 唯一的就是星期一至五 那我一至五行不行? 不是 原來可以選擇 星期六 星期日 和星期二 那誰不是星期六 星期日 就是星期二 星期一至五的東西 是不是? 好了 接下來 今天 回去 和接下來的時間 先幫我做起這裡 逐條 做起一板 對一板 OK 做好了 我才再對 知道嗎? 認真一點做 不懂的字 都要問問我 或者問問師 怎樣讀 學多一點點字 知道字怎麼讀 容易做 你慢慢大一個大一個 會見到很多字 見到字之後 你要懂得讀 才懂得寫 懂得讀 你才懂得做 你不懂得解 沒用的 懂得讀 通常懂得解 因為中文沒有語 知道嗎? 今天的課 我們到這裡 下課就繼續了 知道嗎? 再見